按新增规定 因交通矿山事故等侵权行为 造成死亡人数较多的 和不考虑年龄收入状况的民宿 以同一数额确定死亡赔偿金 任保部表示 同工同筹将首次作为新规的立法内容 无论正事工还是劳务派遣工 只要从事相同内容工作 应获得同级别工资代益 10月27号 中美军方在华盛顿就加强两军关系的问题 达成七项共识 双方同意举行一次海空联合搜救演习和减灾交流 市卫生局表示全市103家设有儿科的医院 要根据患者需求开设24小时急诊 延长门诊开放时间 不能推诿儿童感冒发热患者 阿富汗安全部队和外国诸阿部队 28号激利3名劫持人质的塔利班武装人员 冲突中有6名联合国外籍员工丧生 中国诸阿大使馆无人员上门 28号韩方将一批价值约为72万美元的通讯设备 由韩朝边界送往朝鲜 以更新韩朝间军事通讯系统 更多新闻请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网高峰 穿越网高峰六点看新闻 今天是2009年10月28日星期三 欢迎收看高清与标清同步直播的新闻网高峰 大家好 我是孙杨 进入10月份美国 日本 法国 英国 相继启动全国性假型流感疫苗接种活动 虽然26号德国 加拿大以及27号韩国 相继宣布开展假型流感疫苗接种活动 全球假型流感疫苗接种逐渐进入高潮 韩国27号启动了第一轮假型流感疫苗接种工作 首批接种人群是医护人员 韩国政府当天还召开有关应对假型H1N1流感的紧急会议 截至目前俄罗斯境内共有1846万人 接种了季节性流感疫苗 约占俄罗斯总人口的13% 不过因季节性流感和急性呼吸道感染病例迅速增加 俄罗斯境内已经有几百所幼儿园 学校 部分或全部停课 仅莫斯科市就有1000多个班级停课 从26号开始 加拿大 德国也都开始在全国展开假型流感疫苗的接种活动 医护人员 警察等高危人群优先接种 预计为了两周 西班牙等不少欧洲国家也将开始在人群中大规模接种假型流感疫苗 此外 亚洲 非洲和拉美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已向世界卫生组织提交申请 希望马上获得假型流感疫苗援助 世卫组织总干事陈峰复珍上周表示 假型流感疫情爆发至今已经有6个多月 世界各国在疫情防控方面做了很多工作 虽然接种假型流感疫苗后一些人会有轻微反应 但接种疫苗仍是预防假型流感最有效的措施 北京台综合报道 截止27日 本市已报告流感样病例6000人次 其中33%为假型H1A1流感病例 27日当天 假流发病率已经占到总流感样病例的50% 为此 北京市部署了假型H1A1流感的医疗救治和防控工作 积极应对假流 北京市卫生局昨晚召集全市103家设置儿科的23级医院的院长 部署了假型H1A1流感的医疗救治和防控工作 新年的流感流行医